好 那么本文中说什么呢 让这个车辆再次行驶 on the move表示再前进 这个也是个固定搭配 on the加名词可以表示正处在某个状态之中 这个不加in加on the 很多固定搭配可以同时集中 最好见一个几个 因为不见得每一个都用on the 有的是没有定管词 有的是换接词 我们先把跟on the的看一看常见的有哪些 比如说 the dog is on the alert on the alert表示处于警觉状态 警觉状态 这狗我耳朵噶 知道起来了 好像来坏人了 处于机敏警觉状态 he is always on the go 这个人总是忙忙碌碌的 be on the go叫忙碌碌碌 总是东跑西点的 总出差 总有事干 忙碌碌碌的这个状态 the patient is on the recovery 这个病人正在康复之中 慢慢慢慢就恢复了 健康的状态 be on the recovery 处于这个康复状态之中 还可以打 红楼梦一个人 就是待遇 等待痊愈的 你看用英语可以当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明面的猜猜猜的人 总之处于状态 再来一个 crimes are underrised 犯罪情况正在上升之中 be on the rise 正在增加之中 这个打搭配 我们记住就可以用了 对吧 我们利润在上升 profits are underrised 都可以用 还有我们刚刚见过的 你看刚才在第八行里边 在本文中第八行 while you're on the phone be on the phone 不是正在打电话的状态吗 正在吞话之中 都是用and这个结构 为什么讲这么多 老师有同学说 您不用讲那么多 你就告诉我and加名词 我都会用了 不行 不能推广 建一个寄一个 李老师说了 看过的再写 听过的再说 不能自己下编 为什么呢 你看有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有的时候就不加这个定款式的 你比如说在十八课咱们见过的 八十二页第二行到第四行 even people who take no interest in art cannot have failed to note examples of modern sculpture on display in public places 即便对艺术不感兴趣的人 也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过 那些陈列在公共场所的当代雕塑 陈列 on display 处于陈列状态 也是on 这个就没有定款式的 再陈列 on display 还有跟他类似的 the house is on sale 这个房子呢 正在出售之中 当然在美国 on sale 也可以翻译成正在甩卖 处理 在美国出售 一般就是for sale 在英国出售 可以叫on sale 在美国on sale 一般就是甩卖 处理之中 反正都是在个状态 还有呢 the workers are on strike 工人在干嘛 工人在罢工 on strike 固定搭配 还有呢 I'm here on vacation 我在这来度假了 主在度假状态 on vacation 我可不是度假 I'm here on business 我在这办事来了 到外地呢 就出差来了 on business 就办公务 这个状态 the nurse is on call 24 hours a day 这个护士 24小时 随时听后召唤 对不对 护士说了 你要是觉得要死了 就N0 我就来救你了 听后撞 你N0 就来了 on call 听后召唤 这个状态 所以大家看到 见一个记一个 不能自己瞎推广 以后我们在后面门中 还有看到 加其他的戒词 不加on的 也可以表现状态 比如at 是人家in 那是后话了 咱们后面会说 在四侧里面 也会有更多搭配 in the meantime the lorry driver had to sweep the hundreds of broken bottles in the meantime 不说了 讲过 与此同时 这个卡车司机呢 不得不扫干净 那数百个酒瓶子碎片 把道路都扫干净 人忙的不亦乐乎 两只狗可笑开的话了 为什么呢 only two street dogs benefit from all this confusion for they greatly deviled what was left of the cake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本分析 这个逗号前面的 是句子主干 仅仅两只 street dogs 词汇中讲了 叫流浪狗 或者野狗 迷路的狗 找不着家了 咱们讲过了 那么从这一大团 混乱状态之中 得到好处了 confusion讲过 只迷惑 或者混乱 在这当然是混乱了 为什么呢 逗号for又出现了 连词for引导的 原因状态与从句 必须放在主句后 一般和堕号分开 因为他们贪婪地 吞吃掉 devil这大口的吞掉 这个在我们前面 这个词汇中 其他词汇中 讲过这个 我们在第七个残潮剑北组 讲过这个 大口贪婪吞吃 词汇中讲过 第七个词汇 可以复习 what was left of the cake 这块蛋糕 剩下的部分 后面画横线的部分 当然是说devil的 避语从句 这是整个这句话 语法成本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benefit from 这得区分一下 benefit如果加这词from 表示得益于什么 从里边得到好处 如果benefit当急语动词呢 得翻译有益于什么 对什么有好处 本文中是狗 从这个混乱中得到好处呢 用不急语动词 我们叫from 如果对什么有好处呢 直接加边语 你看例子 the food will benefit your brain 这种食物 对你大脑有好处 可以补脑 这个加边语就好了 如果翻过来呢 your brain will benefit from this food 你的大脑 从这个食物中 能够得到好处 benefit from this food 就好了 这个祖大肥非常好记 放在一块记住 本文中用的是对的 得益于 为什么 因为贪婷地吞吃掉了蛋糕 剩下的部分 这又是第三课知识的复习了 what is left of something 就相当于the remains of something 某个东西留下的 残留的部分 剩下的部分 这个leave是急语动词 是被留下的部分 用被动 what is left 但remain呢 是不具有动词 所以用主动 what remains of something 当然如果是被 一般过去的事呢 就what was left of something what remained of something 注意 哪个是主动 哪个是被动 干脆就被下来了 因为见过以后 可以用了吗 看到老外用 可以测试 这个去照着用了 本文中用的是 what is left 这个搭配对 我们再看第四课 28个 本文中 当然本文中 可以把它换成 for the greatest developed what remained of the cake 这个蛋糕剩下的部分 用主动的 一般过去的事 可以 在四课中 也出现了这么一个 剩下的东西 我们剩下的一瓶药 四册28个 病人和医生 希望大家未来 在四册里 跟老师再次见面 四册的剧子 比三册更漂亮 三册都是 亚历山大的作品 但四册都是 像诺贝尔文小斗主 还有罗素 这种大哲学家的作品 文章更炫了 It is recounted Thomas Carlo that 固定剧情 就据说 据说 Thomas Carler呢 有一次 当他听说 他的朋友 亨利泰勒得病的时候 他立刻动身出发 去看望的朋友 伴随壮语 同时 在口袋里 还带着 一瓶剩下的药 注意 What remained of a bottle of medicine 用本文中的 带进去呢 What was left of a bottle of medicine 是一样的 这什么药呢 就原来 是卡拉尔夫人 得了一场小病 开给他的那个药 没有这个吃完 把药给朋友 拿过去了 一瓶剩下的药 好 最后一句 It was just one of those days 这就是正式 这个赛正式就是 这就是呢 世事不顺心的一天 好 33课 这个故事完了 我们33课文部分 也结束了 这课书中 又是出现了 大量的一些 精彩的习语 一些搭配 都是考试常用的 以及老师总结的 一些五星级的 一些表达和句型 希望大家牢牢 把它记住 这样的话 我们在英语 这个大厦 又添砖加瓦了 但是记住 必须复习 否则的话 全部心血都白费了 你学了 你忘记了 他没学 他不会 最后后果是一样的 希望大家反复复习 英语 不是明白就行了 习语 搭配句型 必须背下来 好 另外呢 这课书还出现了 S引导的 非线的系统性从具 这个支点 也希望大家好好复习共误 希望把视频反复收看 33课 我们就跟老师修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